活到三四十歲,突然還到 哦!原來我是中國人耶! 所以呢,難怪我在日本會這個樣子 於是呢,那時候就跑到國內去經商 那個國內是哪裡? 北京,上海,當時候從基隆往來上海的船 每天有上百艘吧 來,那個時候是這個樣子的喔 跑到上海去經商,後來呢,這個好 因為我們從小時候日式教育長大 所以到那邊跟中國人哥哥不入 中國人說,你們這些日本鬼子給我滾回去 好,又納悶了,奇怪,那我是哪裡人? 不是說我是中國人嗎? 為什麼我到了中國,我真的到了上海,到了北京 又被人家歧視? 結果後來呢,那一代的人 在這個底下,得不到什麼? 得不到國家民族的認同 他搞不清楚自己是哪裡人 那是那一代人的悲哀